大家好,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草莓如果用清水清洗的话,等于再吃虫卵和灰尘 今天就把清洗草莓的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 因为草莓长得凹凸不平,所以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卵 首先我们准备一盆清水,往里面加入一勺的湿盐 然后再加入两勺面粉,充分给它搅匀 然后把草莓轻轻的放进去 这里注意,草莓的地不能去掉 如果去掉了,就会有大量的污垢渗到里面 这样的话,草莓就会越洗越脏 之所以加入面粉,是因为面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草莓上面的脏东西 包括一些肉眼看不到的虫卵 加入食盐呢,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草莓表面非常脆弱,所以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清一点 大概清洗两分钟 我们看一下,脏东西全部都已经跑出来了 然后把草莓拿出来 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两遍 这样草莓就清洗的非常干净了 就可以放心的去吃了 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个草莓的新鲜吃法 把草莓切成小块 往锅里面加入500毫升的纯牛奶 加入40克的白凉粉 再加入30克白糖 开小火不停的搅拌均匀至煮开 煮开后关火放入草莓 快速的搅拌均匀 倒入到一个盆子里面 放凉至凝固 美味的草莓牛奶果冻就做好了 然后给它切成小块 吃起来香甜可口 做法简单又美味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